历代至上 第23章 大卫年老 授数将近的时候 就立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 统治以色列 大卫召集了以色列的众领袖 祭司和历位仁 历位仁自30岁以上的都被数典 按统计 他们南丁的数目共有38000人 其中有24000人监管耶和华定语的工作 有6000人做官长和审判官 有4000人做守门的 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赞美耶和华 大卫把历位的儿子格顺 哥侠和米拉利的子孙分成班次 格顺的子孙有拉旦和侍美 拉旦的儿子是长子耶歇 还有西坦和约尔共三人 侍美的儿子有侍罗密 哈靴和哈兰共三人 以上这些人是拉旦家族的首领 世美的儿子是亚哈 西拿 耶乌施和比利亚 这四人都是世美的儿子 亚哈是长子 西萨是次子 耶乌施和比利亚的子孙不多 所以合为一个家族 同归一个班次 哥侠的儿子是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和乌靴 共四人 暗兰的儿子是亚伦和摩西 亚伦和他的子孙永远被分别出来 献上至圣之物 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服侍他 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 至于神人摩西 他的子孙记在立位之派的册上 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 格顺的长子是西部叶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 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 利哈比亚却有很多儿子 以斯哈的长子是士罗密 西伯伦的儿子是长子耶利亚 次子亚玛利亚 三子亚哈西 四子耶加面 乌靴的儿子是长子米加 次子耶西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和母士 摩利的儿子是以利亚萨和姬士 以利亚萨死了 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姬士的儿子们就是他们的亲族 娶了他们为妻 母士的儿子是莫利 以德和耶利摩共三人 以上这些是利未的子孙 按着他们的家族 各家的首领 照着男丁的名字被数点 二十岁以上的 都是办理耶和华殿的事物的 因为大华曾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已经使他的子民得享安宁 他自己永远住在耶路撒冷 利未人不必再抬账目和其中所使用的一切器皿了 按照大卫林中所吩咐的话 另一位人从二十岁以上的都被数点了 他们的职任是协助亚伦的子孙 办理耶和华殿的事物 管理院子、厢房和洁净一切圣物 以及办理神殿的事物 又管理陈设饼 素季细面或无效薄饼 或是煎盘烤的 或是用油调和的 以及管理各种凉度的器具 每天早晨要示力称谢和赞美耶和华 每天晚上也要这样 又要在安息日、每月初一日和指定的节日 按着树木照着规律 把凡记不住地陷在耶和华面前 他们要看守会幕和圣所 以及看管他们在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亲族 亚伦的子孙